我要把上课时间变成一分钟 玩游戏的时间变成一百个小时 这下可以尽情玩了 哎呀好累呀 从早上一直玩到晚上 眼镜老师竟然都没有叫我们回去上课 我们已经玩了四十遍捉迷藏 六十遍木头人了 我不要再玩了 奇怪 为什么今天玩游戏的时间变得这么长呀 我想回家 哼 你们还真是身在服装不知服 一直玩 难道不快了吗 黑暗魔王 要玩你自己玩吧 我要走了 再见 白狼姐姐 我们也和你一起走 哎你们别走啊 大宝背诵永鹅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哎这不是会背吗 那你怎么在卷子上写 我我我去向向天歌呀 哈哈 我我我 大宝你大有才了 干脆以后别叫大宝了 改叫大鹅吧 哈哈哈哈 小贝你还说大宝呢 看看你写的 一个晴朗的蓝天 黑暗魔王在吃香蕉 老师啊 虽然我写错了 但读起来没毛病啊 小朋友们 你能看出上面的错误吗 帮我纠正一下吧 好啊 你们这些捣蛋鬼 全在故意气我呢 留分 我要给你们都打留分 老师 不要啊 这不怪我们 说黑暗魔王 他把考试时间 改成了一分钟 我们都没有时间 写证据的字了 什么 一分钟 黑暗魔王 你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去把世界上所有的错别字 给我 我写一百遍 不要啊 有谁见过我的手表吗 是一只可以改变时间快慢的手表 是黑暗魔王 别打 好啊 黑暗魔王 你居然随便乱拿别人的东西 我要给你老爹告证 不要啊 老爹一定会错的 我再也不敢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了 老师 加一等于血 大宝 你这太简单了 等于二 哈哈 老师回答错误 怎么会回答错误 明明是对的 老师 不该等于甜 眼镜老师 得分 负二十分 老师 我再给你出道数学题 什么时候 五比零大 零比二大 二又比五大吗 我当然知道了 是不是你们算错的时候 老师 不对哦 是我们在玩剪刀石头布的时候 老师 运进负四十分了 再来 我一定会赢回来的 老师 接下来还是道数学题 提问一共七只蜡烛 吹灭三只 最后还剩下几只蜡烛 小贝 你出的问题太简单了 七减三等于四 是不是还剩下四只蜡烛 不对 兄妹 这道题目不会这么简单 问的是最后还剩几只蜡烛 吹灭了三只 有四只没有被吹灭 没有被吹灭的四只蜡烛 一定是被烧完了 因此最后就只剩下 没被吹灭的三只 小雪 是我答对了 还是老师答对了 老师回答正确 加二十分 得分 二十分 兄妹 如果是十只蜡烛 吹灭了三只 最后还剩下几只 这次应该是燃烧了七只 最后只剩下没吹灭的三只 熊妹也回答正确 老师 接下来是语文体 听问一个口是口字 三个口是饼字 四个口是甜字 那十个口是什么字 你们考的是语文体吗 这是脑筋急转弯 老师 快回答 是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字啊 让我想想 十个口 十个口会是什么字啊 这能够组成字吗 我要寻求小朋友们的帮助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十个口能够组成什么字 快来帮一下眼镜老师吧 把答案打在弹幕里吧 我已经看见小朋友们发送的答案了 是古字 眼镜老师回答正确 加二十分 眼镜老师目前得分 零分 老师 只剩下最后一道题了 是一道甜空题 用可字组词 组成九组词语 用可字组词 我知道了 可爱 可行 还有什么呢 我知道 还有可口 妈妈做的饭菜是可口的 还有 可能 可信 其他都想不起来了 小雪快来帮帮我们 有啦 可怜 她看起来好可怜啊 可怕 黑暗魔王看起来好可怕 现在一共是几个了 可爱 可行 可口 可能 可信 可怜 可怕 一共是七个了 还差两个 还有哪两个呢 我知道了 还有可惜 老师没有回答出来答案 好可惜啊 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我想不出来了 老师也想不出来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用可 组成的词语 还有哪些呢 快来评论区 告诉我们吧 不说话挑战 现在开始 第一名有免所有作业 我准备了好久 肯定能拿到第一 不用写作业 我等会儿一定要忍住 我才不信 他们都能忍住呢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挖呀挖都放实了 我才不会上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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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魔王淘汰 糟了 我一听恐龙抗郎 就忍不住了 我就是先用小小花园 迷糊你们 果然有人上当了 而且 我都差点唱出来了 毛毛虫 毛毛虫 我最怕毛毛虫了 小辈淘汰 没有毛毛虫 我只是为了测试你们 老师 你太过分了 接下来干什么好呢 有了 就给你们布置一百本作业吧 什么 一百本 不说话就当你们同意了 我好想拒绝呀 可是我不能说话 好啊 竟然都能忍住 我真的忍不住了 还好 我早有准备 我洗拿药了 听不见药水 我傻 老师肯定听不见我说话了 哼 我早就准备了魔法屏蔽器 不过我要先装作听不见 我早就忍不住了 小雪 大宝 你们也跟着我唱吧 我就不信 你们忍这么久 不难受 不行 我一定要忍住 哼 老师现在听不见 你们爱说不说 小妹淘汰 什么 老师 你不是应该听不见吗 哼 我当然是早有准备 小妹用魔法 以后都不许参加比赛了 怎么会这样 还有两个人 怎么让他们开口呢 有了 啊 好疼啊 快帮帮我 老师 你怎么了 小雪大宝淘汰 这样所有人 都得老老实实写作业了 什么啊老师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关心你 您竟然是骗我们的 就是 老师 你太过分了 伙伴们 你们也觉得我做的不对吗 如果也觉得 就发送音音告诉我吧 我就免去小雪和大宝的作业 我来盯人了 我没开 我没开 空龙康朗康朗康 大宝没有对出暗号 我盯 小北对暗号也太快了 不行 我换个人一起睡 我回自小雪又来盯人了 啊 这是什么 我不会啊 熊妹对上暗号 可以继续睡觉 耶 我真是太棒了 大宝 你又要被盯了 我盯 我怎么这么惨 我去找最笨的黑暗魔王一起睡 这样我就不会被盯了 黑暗魔王 我来跟你一起睡了 不行 哥哥要跟我一起睡觉 可可也是个小笨蛋 跟他们俩一起睡 我肯定不用被盯 哎呀 咱们三个一起睡吧 我睡中间 那行吧 我们快睡觉吧 黑暗魔王 黑暗可可 大宝他们三个一起睡 谁会被我盯的 我要出暗号了 那个老六 你个老六 我应该对什么 提避你 嘿嘿 我知道 那个老六 我真的服了 可可成功对上暗号 可以继续睡觉 蚊子小雪 我是不会让你盯到我的 哼 我也不会 快点出暗号吧 击毙你 击毙你 这也太简单了 击毙你 击毙你 黑暗魔王 你赢了 我不盯你 啊 我也不想被盯啊 蚊子小雪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是能对上暗号 你就不要盯我了 行吧 大宝 快说这是什么音乐 说出来我就不盯你 好熟悉啊 可是 我就是想不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 知道的伙伴们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真的不想再被盯了 拜托了 生日快乐 我给小雪 送恐龙抗狼玩偶 给小小雪 送金碧尼水枪 哇 谢谢大宝的礼物 该我送生日礼物了 我给小雪送一条太酷了 给小小雪送一双金色的切耳心 哇 我又切耳心 皮鞋了 谢谢你熊妹姐姐 哼 终于轮到我了 我送的礼物 你们肯定猜不到 黑暗魔王 你怎么还神神秘秘的 你要送的礼物到底是什么 嘿嘿 我给小雪 送我珍藏的匪鱼罐头 给小小雪 送我最喜欢的臭豆腐榴莲汉堡 啊 这个礼物我们能不能不要啊 当然不可以 我可是看在你们是我好朋友的份上 才给你们送礼物的 你们不都不要 好吧 妹妹 我也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新书包 你喜欢吗 我太喜欢了 谢谢姐姐 姐姐 这是我攒了好久的零花钱 给你买的新裙子 哇 好漂亮啊 你真是我的好妹妹 你们还真是一对好姐妹 只剩下一个汉堡了 你们两个谁要 老板 你给我姐姐吧 我不要 老板 你给我妹妹 不行 我不要 给姐姐 给妹妹 好了 不要争了 你们姐妹的感情真好 来 给你们一人一个 这样 你们就不用互相谦让了 嗯 这不是最后一个汉堡吗 哈哈 我刚刚只是在逗你们玩 我这里汉堡多着呢 谢谢老板 妹妹 快点起床 我们上学要知道了 啊 完了完了 我这就起来 站住 为什么迟到了 都是因为我 赖床不起 跟我妹妹没关系 不是的不是的 是我赖床不起 姐姐只是在等我 妹妹 你不要说话了 老师 你要批评 就批评我一个人 让我妹妹赶紧去上课吧 小雪 小小雪 老师知道你们姐妹的感情很好 但是更应该诚实才对 知道了老师 老师 今天是我起床晚了 我下次一定早点起床 不知道 嗯 这才是好孩子 好了 你们都可以进去了 谢谢老师 这对姐妹的感情真好 小朋友们 你有好姐姐或者好妹妹吗 有的话就在评论区 发送666告诉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